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住在那里的 所以这个我 你特别不用去 派人手都没有办法知道你住在那里 是吧 那你们既然总有办法知道什么 那你那你告诉我 我说的那些是哪个字敏感的呀 我就说了 但是那个三栋人 我没有三栋人 都在游行上网或者 跟他造勇 我一个人在我的车上写了点字 然后我就开始去玩 我没有游行啊 我也没有拉横幅 那所以我就是跟你说 你如果要发表言论可以自由发表的 但是有些敏感的词语呢 那这样的程度呢 我要去发表 但是我始终不知道哪里敏感了 所以说 全国新的网络都有监控的 嗯 我也是为你 你找想 如果到时候弄到 如果造成了一定的后果 这个 这个 有什么法律责任呢 那假如说造成了什么什么后果 我要负什么法律责任呀 我看我能不能承受 那不是我定的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定的呢 你不是民警吗 你应该比较清楚一点 这个不是我 这个到时候看 这个世界处理 哎 如果是警察秉公处理 我认了 我就怕被 所以我们只是做 劝输工作 告诉你一下 嗯 那是啦 如果你网络发表的时候 不正当的言论 不正当 自体 哪个字体啊 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哪个字体 我下次我就不说那个字体 三栋人员去游行 上访 具体一点 你具体一点 哪一条 游行 上访 没有游行 也没有上访 所以我跟你说 如果你要发表一点什么的 对这种事情 什么投诉啊 我想起来了 是有个人他跟我说 他去上访过 只是跟他闲聊 听他讲他的什么什么 什么东西 但是我没有去三栋说 让人家去上访 我根本就不懂这些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一下这种东西 你知道 每个网络都有监控的 都出现敏感图 特别的那种敏感图 嗯 你知道 嗯 所以你关心这个世界可以的 是吧 不要去发表什么 呃 其他的那种不言当的言论 对不对 我这次不知道哪里不当言论 我觉得有点委屈 所以我告诉你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 现在发到这些言论 是不正当的 别说了 不正当 什么才是正当呢 我告诉你一下 不要去发到这种不正当的言论 不是说你现在发展的言论 是不正当的 对吧 好的 我知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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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